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这病不是只有女人才会得吗 可医生告诉我 男人也一样会得乳腺癌 只是几率相对小很多 而且我爸已经乳腺癌中期 保守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最好立刻做手术切除癌细胞 我妈一听还有办法 眼睛都亮了 一叠声地说 那就做手术啊 只要能救你爸 砸锅卖铁我都愿意 砸锅卖铁 家里的钱都给老爸赔了赌资 这铁都估计不多了 我哭笑道 妈 现在的铁不值钱 那不管怎样还得治啊 我妈的眼神闪烁着 口气却毋庸置疑 快去 交住院费去 妞 别让你爸知道 听到了没 我妈小跑几步 追上来叮嘱道 只说要有严症要住院 千万别说漏了 对上老妈热切的眼神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去排队办理住院手续 顺便把这边的情况 跟老公廖柯讲了 廖柯也是一脸疑惑 不会吧 男人也能夺乳腺癌 别是搞错了吧 听我说没错后 廖柯那边 境内我以为稳诺出了问题 好半天 他先说了句 先看情况吧 挂断了电话 我把卡里仅有的一万二 缴了住院费 心里乱成一团 听医生的口气 老爸的治疗费会比较高 手术风险也会大 廖柯会支持治疗吗 以老爸试试要人照顾的性子 老妈一个人陪护 肯定够强 我和廖柯都要上班 家里还有孩子要管 只怕也分身乏术 如果请护工 一天一两百的费用 也不是个小数目 现在老爸的医疗费都没着落 哪还有钱请护工 办好手续 我边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边朝病房走去 还没进门 就听到老爸的吼声 为什么不让我喝酒 这一天天的 口里都淡出鸟来了 我又不当和尚 吃什么素 给我来份红烧肉 再加一瓶 噎倒鹿龟酒 医生说不能喝呢 你就忍忍吧 我妈低眉顺眼的小声劝着 像个瘦气丫头 在哄淘气的少爷 我一看这架势就来气 口气也不那么友善了 爸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能不能省点心别闹了 你个死丫头 我看你就是怕我花你的钱 巴不得我早死 老爸抄起床头柜上的保温杯 朝我砸过来 大喊大叫 滚 给老子滚 我往后一跳 保温杯擦着我的刘海飞过 落到地上 发出哐当的一声脆响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把诊疗卡往老妈手里塞 转身走了 我叫罗素 34岁 湖南人 大学毕业后 在一家公司当文员 拿着不到五千的月薪 干着累死人不偿命的活 老公廖柯 在一家房产公司上班 薪水比我高一点 但工作时间比我长 常常下班后还有应酬 十二点前能回家 已经不错了 用他的话说 这叫披心带月 为了人民币 我们的儿子已经上四年级了 眼看就要小生初 周末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下来 跟赶场子似的 劳民又伤财 虽说我和廖柯的工资 加起来有一万多 可前妻还了借款 后期父母孩子的各种费用 加上房供车供 生活开支 人情往来 水电燃剂 一通划了下来 俗胜无几 好在结婚时 我们趁着房价低 入手买了一套房 当时手头吃真紧呀 婆婆为了支持我们 把还没长大的猪借卖了 又卖了一仓的稻谷 凑了三万给我 我妈也把她一万块钱私房钱 悄悄给了我 抹着眼泪说 我结婚时没给一点嫁妆 这个就当作是给我的赔嫁吧 在两边父母的支持下 我们又找同学借了一些 终于凑了个首付 买下一套三居室 没想到五年前后附近 新建了一所名校 我们家误打误撞成了学区房 房价也水涨船高 虽然我开心的是 根据危机派位的方向 我儿子上初中就有望读这所名校 用家长群里的话说 进了这所学校 就一只脚迈进了一本的门槛 为此我妈长一脸骄傲地说 幸好她掏箱底支持我 要不然哪买这么好的便宜房子去 虽然只掏了一万 可我知道妈妈已经是尽力了 因为她的钱都被我爸搜刮了去 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她一分一理攒了多久呢 说起我妈也真是个可怜的女人 她十八岁嫁给我爸 生下我哥和我 本以为一双儿女 操了个好字 也算是人生圆满了 可意外总是猝不及防 我哥七岁时 不禁掉进屋前的池塘 捞晒了时 已经回天乏树了 那时我才五岁 也能从父母的嚎哭和孙里人的叹息中 感受到天都塌了的悲伤 哥没了 我爸爸怨怒 撒向我妈 怪他不该去赛园子交粪 没看好我哥 他借着酒劲 抓着我妈的头发 往墙上撞 边撞边吼 你怎么不去死啊 你还我儿子 还我儿子 在咚咚的撞击声中 妈妈额上的鲜血蜿蜒而下 像一条条血色蚯蚓 她的脸 比刷了石灰的墙壁还白 整个人像个沙袋 任由我爸摔打 哼都没哼一声 我吓坏了 惊恐地大哭着 去找爷爷奶奶 才把妈妈 从爸爸的铁拳下救下 家暴从来只有一次 和零次的区别 有了这个开端 我妈成了爸爸的出气筒 饭菜不合口 打 打牌输了钱 打 想起我哥 打 有时甚至没有理由 他能把我妈打一顿 而我妈 一直在后悔一件事 那天哥 说要和他一起去菜园子 他怕粪汤弄脏哥 没带他去 谁知就出事了 面对暴君一样的爸爸 已经结扎的妈妈 从来没有怨言 他说他的心 已经随哥哥死了 剩下的日子 就是在还债 他亏欠罗家 一辈子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 爸爸的拳头和怒吼 妈妈泪水净润 捂出绿毛的枕头 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根刺 总是在不经意间刺疼我 后来 我考上大学 爸爸听见一个亲戚的忽悠 带着家里所有的钱去发财 结果可想而知 亏得只剩裤衩回来了 我的学费 也只好申请贷款 自那以后 我爸就开始瞎胡闹 搞投资 说自己反正没儿子 留着钱 也是便宜了外人 不如赌一赌博一博 说不定 还真能单车变摩托呢 他最后没能把单车 变成摩托 倒迷上了赌博 把老妈 养鸡喂猪 种田卖菜的权 全变没了 过年前 又欠了一屁股债回来 老妈东拼西凑 才帮他还清 我也在老妈 一把鼻涕一把泪中 瞒着廖科 偷偷贡献了两万 今年他身体不适 在附近小诊所 打针吃药 一次两百多 都是我出的钱 现在又弄出个乳腺癌来 要做手术 我真是头都大了 回到家 廖科正在扶到 儿子做作业 看我脸色不好 安慰道 老婆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明天 和你一起 过去看看再说 当天晚上 我妈就打电话给我 要我想办法 给爸凑手术费 他问过医生了 爸的手术越早做越好 拖不起嘞 拖不起 我也知道拖不起 可我手里是真没钱啊 我欲哭无泪 廖科脸色也有些僵 拍了拍我的手说 睡吧 我却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 廖科就打电话四处借钱 看他第三下子的求人 我的心里像塞了块烙铁 火辣辣的疼 婆婆风湿性关节炎 经常疼得走不了路 公公有高血压 糖尿病 还在家里种田养鸡 尽量自食其力 为我们减负 而我爸不是在这里捅娄子 就是在那不哭了 时不时挖我们一爬 让我在廖科面前 惭愧得很 廖科知道我的心思 故作轻松的一笑 老婆你看 我借到钱了 你老公人员还不错吧 别担心 爸做完手术就好了 我们也省心了 廖科的意思很明了 支援我爸的手术费后 就不想掺和了 我做了个深呼吸 希望爸爸手术顺利 我们能松口气吧 我们到了医院 找主治医生了解情况 医生告诉我们 手术费还只是 治疗术上的起步 后续的化疗 放疗 靶香药 内分泌治疗等费用 才是个大工程 本来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钱 可我爸从来不信这个 总说政府骗钱 这些年连农村医保都没交过 保险这一块是一张白纸 所有的费用都得自费 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手术费加后期治疗 可能要十多万 还不包括可能引发的 病发症和癌细胞转移 医生就事论事交了底 要我们准备二十万左右的费用 二十万 我吸了口凉气 这三万多的手术费都是借的 叫我们上哪儿抢钱去 较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 都没说话 我妈拉着我的手哭道 牛啊 你爸才六十多 他还不老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不就二十万吗 你找同学朋友借钱 肯定能凑上的 妈 我有些气恼 他这话说得轻巧 却不知现如今 开口借钱有多难 再说就算借到了 我们上有四个老人 下有一个孩子 万一再有个什么 我们何时才能有钱还 我有些怨恨 老爸一个大男人 自从搁走了以后 就破管破摔 总说今朝有酒 今朝醉 舍死还有路人挑 怕什么 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生和死之间 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中间的喜怒悲痛 才是最切实 影响身边人的 他不去想 他投资亏钱 赌博输钱 生病药钱 这些钱从哪来 除了搜刮我妈的血汗 就只能拿我这个 唯一的女儿开刀了 我感觉喉咙堵得厉害 眼里涌起一股热浪 吐不出一个字来 如果你哥还在 他就会一力承担这些 我也不用求你了 我妈撕扯着自己的 头发哭泣 都怪我 没看好你哥 你爸才会变成这样 都是我的错 你又啊 你得帮妈妈 还这些债啊 妈 真不是我们不帮你 实在是借不到啊 辽柯有些艰难地说 掏出手机 您看 手术费都是我寄来的呢 房子 你们不是还有房子吗 骂了替你爸治病啊 我妈迅速做出决定 连住post地安排着 你们的学区房位置好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你们可以暂时租个房子住 或者拿剩下的钱 去偏一点的地方 买个小户型 反正你们才三个人 小点有什么关系 对了 当初 你们买房 我还给了一万呢 他继续补充 续续叨叨地 说着他的计划 我望着妈妈 她还不到六十 城里这个年龄的女人 都穿花裙子 跳广场舞 笑容灿烂 如盛开的雏菊 而我妈 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 对我爸的亏欠 压实了她的腰 常年的劳作 让她的手 粗如沙纸 看上去 比实际年龄老了 十岁不止 她说的一辈子 最多的就是 欠了我爸 欠了罗家 正是她的这种心理 把我爸纵容的任性妄为 不计后果 她把自己一生搭进去 也就算了 还要把我拉进火坑 这是我唯一的一套房子 儿子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正好可以上对应的名校 她却为了还她所谓的亏欠 要把儿子的前程也搭进去 都说母爱是最无私的奉献 听她说出这样的话 我很怀疑 这是我的亲妈妈 怎么我觉得 就是个要债的呢 妈 我只有这一套房 你也知道是学区房 孩子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不能卖呀 我终于忍不住反驳 我妈一听大哭起来 读书在哪儿不是读啊 你们都是在农村上的学 不也是考上大学了吗 是房子重要 还是你爸重要 医生说了 有治好的希望 你却不舍得拿钱 也不想想 你的命是谁给的 太不孝了 她又开始哭诉 如果我哥在 就会怎样怎样 见我不为所动 她恶狠狠地骂 当初怎么不淹死我 还说要去我单位呢 把我不肯就爸的事 告知天下 让别人看看 我的书 是不是从屁眼里 读进去的 最后这几句话 如一季重锤 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原来在我妈眼里 我哥才是她的心头肉 如果她真去单位呢 领导和同事会怎么想 我还怎么做人 妈 你别逼罗素 这事我们在商量 廖科怕我们吵起来 忙打圆肠 我妈打断她的话 咬着牙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养她就是为了防老 她爸这病 你们卖房也好 卖血也好 都得治 我腿一软 顺着墙壁摊在地上 且不说卖房后 有没有地方住 也不说老爸 治愈的希望有多大 但说这房子 本就不是我的婚前财产 廖科会同意 那儿子的明天 去读老爸的未来吗 果然 廖科见我妈这么说 也动了怒 冷声说 妈 你要真这样 我和罗素这日子 也没法过 我望着两个最亲的人 在我面前争吵 一边是病重的爸爸 和咄咄逼人的妈妈 一边是老公孩子 我妈软硬兼施 非要我卖房救父 还说养我 就是为了防老的 说为什么淹死的不是我 她这态度惹恼了廖科 她冷冷地说 妈 你要这些逼我 我和罗素的日子 就不用过了 不过拉倒 我妈眼睛一亮 把我扯到一脚 问 妞啊 离婚 可以分一半财产的吧 咱不要房子 不要娃 就要钱 这样一来 你爸就有救了 廖科听到这话 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似笑非笑 而我的心 一点点往下沉 沉像一个 至黑至暗的谷底 我睁开她的手 轻声说了句 妈 我现在好乱 你让我想想 还想什么 有什么好想的 你爸的病 难道不比一切都重要吗 我妈似乎 没法理解我的犹豫 咬牙切齿 加大了筹码 你要敢不救 我就敢闹 我等你的信 反正你爸 要是好不了 我也不活了 她昂着头 像一只羽毛 开始脱落的母鸡 努力维持她的气场 大步朝病房走去 去照顾 那个她心中 最重要的人 我的脑子 像入住了千军万马 轰隆隆打来斗去 斗得我浑身贪软 像抽去筋骨的死蛇 顺着墙壁往下滑 就在屁股即将和地面 亲密接触的时候 一只大手拽了我 把我拉了起来 老公 我 我感觉喉咙发硬 说不出话 只有泪水大颗大颗地躺 廖柯回头看了 我爸的病房一眼 叹了口气说 走 我们先回家再说 我点点头 她搀扶着我进了电梯 两个人都没说话 我心头却有一种压了千斤俱实的沉重感 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回到家 廖柯指着微信里今早借的钱说 罗素 真不是我无情无义 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的极限就这么多了 你打算怎么办 真要搭上儿子的钱筹吗 你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我无助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 心存侥幸地想 也许我妈是气糊涂乱说的 她不至于真的要我离婚卖房吧 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 先冷静一下吧 我想冷静 可我妈不给我冷静的机会 她一天十八遍打电话来问结果 在得到含糊回应时 过一会儿再问一遍 这样的狂欢烂炸 让我寝食难安 深度焦虑中不敢去面对 真希望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 逃过这良心连问 我妈见亲自催促无果 就在情绪群里哭诉 说自己是如何寒心如苦养大我 现在我看着爸爸生病 具无动力中 太让他心寒了 他还说 医生说只要做了手术就没事 别人家的女儿是摘身旧父 我这个女儿是既不出钱也不出力 真的是白养了 最后是老生常谈 说如果我哥在 一定会担起这个担子 他也不至于到处求人了 然后免不了又是痛哭流涕 吹胸顿足 不明真相的亲戚 在群里纷纷声援 一个个发出长段语音 指责我做得太过分 老姨被门骂的骂 劝的劝 说的说 机关枪一样朝我扫射 将上我抹布时进来天把火 新消息的提示音不断地响起 我的解释变得苍白无力 迅速淹没在语音堆里 我气得发抖 他们只会远远地站着指手画脚 有哪里体谅过我的辛苦和委屈 这些年 我给我爸收拾的烂摊子还少吗 他们怎么可以把我做的全部抹杀 把我说得如此不堪呢 老婆 别听了 他们帮不到你 还会让你闹心 何必自讨难受 廖柯把我手机关了机 安慰道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 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 和角度去考虑问题 遇上理解你的 你不要解释 遇上不理解你的 解释也没用 老公 我该怎么办 我掩面而起 那个时候看欢乐颂 对樊盛美这个怂包角色 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总想着如果我是 她会怎样怎样 可真的轮到自己头上了 才明白 自己其实还不如她有想法 前段时间 儿子的家长会上 老师明确说了 我们这里的孩子 可以上师大附中 那可是很多家长 削尖脑袋 想要自家孩子进的名校啊 廖柯跟我分析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卖了房 就是自毁孩子的前程 老婆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你说是吧 所以 廖柯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出了一个不卖房子 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提出 我俩可以假离婚 房子孩子归他 他想办法给我二十万 我拿去救我爸 让我妈不再闹 我爸的病治好后 我们再复婚 我听完愣住了 这是个什么办法 况且他能想到办法借钱 为什么还要假离婚 廖柯说不清楚 钱从哪来 只说离婚后 我妈就消停了 不会没完没了地闹 也能保住儿子的学区房 钱 他想办法借一下 我不同意 直接催着他去借钱 廖柯走了 我擦干眼泪 廖柯的态度 让我起了疑心 廖柯的亲戚和朋友情况 我基本了解 他能从哪儿拿到钱 我脑子里 模模糊糊 想起一个小区的名字 思考片刻 我给廖柯的同事 打了个电话 然后通知我妈 下午下班时间 去盛凯小区 找廖柯拿钱 我妈拿到钱 果然消停了 不再逼我卖房 晚贵的廖柯说 她跟几个朋友 借了两万块 看她闪躲的眼神 我的心 也一点点冷了 第二天 我问我妈 手术费还差多少 我妈说廖柯用送来三万 让我赶紧和廖柯 凑接下来的治疗费用 我狐疑地问 廖柯哪来的钱 听到我的质疑 我妈支支吾吾地说 你说巧不巧 廖柯突然翻出一张 给我和你爸买的医疗保险 走特殊程序 就够了 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保险 我怎么没听廖柯说过 再说了 走保险程序 也得自己先垫付 我爸的手术费到底哪来的 手术那天 我安顿好儿子 赶到医院 陪我妈等着 心里五味杂陈 一边心疼这个瘦小的老太太 因为困疚 纵容着我爸 把我爸的不负责任 游手好闲 归结于自己 没有看好我哥 他任劳任怨一辈子 逼迫着我和他 一起为我爸的各种 荒荡负责任 我跟所有不被爱的女儿一样 对他们的感情很复杂 又心疼又气愤 又不能下定决心 断绝关系 我爸不待见我 我妈心里总是有我的 可这次的事情 让我心寒 我的人生 我的幸福 在我妈眼里 什么都不是 我还在等 等我妈给我 哪怕一句贴心的话 可一直到 我爸手术结束 我妈也没有 跟我说一句话 廖柯陪着我 我没有心情 跟他说话 现在的我不需要他的安慰 手术后 医生宣布 癌症病灶 已经基本切除完 只要配合化疗 应该没有问题 我陪着我妈度过了术后 最艰难护理的那几天 我爸转入普通病房后 我最后一次问我妈 钱从哪来 我妈说 保险公司付的呀 我趁着我妈收拾东西 突然发问 廖柯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我妈张口要答 突然又不耐烦地对我 你整天哭求 家里有多少钱来问我 你们两口子的事 你去问他呀 至此 我彻底对我妈死心 一直到我爸 一期治疗彻底结束 我都没有再问过 钱的一句事 这期间 廖柯也没再提 贾离婚的事 他出差了 也没机会提 我妈恨不得 杀了我换钱的事 突然就不是事了 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爸出院那天 廖柯也回来了 我和他一起送爸妈回家 当着大家的面 我递给廖柯 一张离婚协议 要求他近身出户 廖柯瞪大眼睛 问我是不是疯了 我爸妈也痛骂 我脑子进水了 我冷笑 爸出院了 廖柯的钱 妈也搜刮得差不多了 现在不离 我还等什么呢 我问廖柯 贴补了十来万给我妈 谁给他情妇给的 还是偷偷瞒着我藏的私房间 廖柯听见后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廖柯的竞争公司 有一个李义女领导 看上了他 女领导有房 有钱有地位 廖柯心动了 我前同事小丽 刚巧住在女领导的小区 看见过他们进出 告诉了我 我本不信 廖柯和我一路走来不容易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是稳定的 加上刚好我爸来看病 我便把这事抛在脑后 直到那一天 廖柯说假离婚 还说给我二十万 我才突然想起 随后 我给他部门关系好的同事打电话 想试探廖柯的动向 同事说 他们最近忙得要死 竞争对手 抢了他们的生意 老板怀疑 从他们部门泄露了机密 他们都战战兢兢 没听过廖柯说起家事 也就是 廖柯想借着我妈 让我们卖房的事情 跟我离婚并且带走房子和儿子 时间离婚利益最大化 没想到 我直接指使我妈去盛开小区找她 我妈看出来廖柯和那个女人 关系特殊 立刻威胁廖柯让我们离婚分财产 廖柯不怕离婚分财产 她巴不得赶紧离婚 但是我妈撒泼 说去她单位闹 她只好答应出钱 不得不说 我妈的撒泼打滚 让廖柯怕了 她的情妇身份特殊 她不敢闹到单位 她还能想着跟我离婚 分到房子和儿子 就一次次掏钱给我妈 条件是我妈帮她瞒着我 两个人还商量了保险的借口 让我相信 殊不知 廖柯几次来送钱 我都跟在身后 我就是想借机试探一下我妈 到底对我有几分情意 我一直等着我妈揭穿廖柯的嘴脸 可我妈为了钱 竟然选择帮廖柯瞒着 廖柯的钱是情妇给的 还是她的私房钱 我已经不想再追究 就借她的手 为我爸妈 尽最后的一次孝心吧 廖柯见我知晓一切 不免得气急败坏 要求平分房产 我冷笑道 你的情妇李小娜 正好是你们竞争公司 主管业务的领导 你们单位机密泄露 就算不是你干的 她的身份 你敢让公司人知道吗 廖柯大致已经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气急返笑 要想人不知 除非喜莫为 廖柯被我的父母啃个没完 穷日子过够了 动了棒高筋的心 可是只要在太阳底下行走 就不可能没人看见 廖柯仗红了脸 说自己并没有泄密 我赌她不敢冒险 就算不是她 事情一闹一调查 牵扯出她的丑事 也够她在夜内名誉扫地 廖柯到底不是个十足的渣男 也许 也是因为即将过上好日子 她同意了不跟我分房子 但是不再管房贷 我在爸妈的痛骂 和哭泣声中离开了家 直到现在 他们还在指责我绝情 大逆不道 可是从小担惊受怕 唯一一点母爱 在父亲患爱后破灭 同时遭到老公背叛 我的心里的痛苦 没有一个人安慰 我流着泪 没有回头 以后爸妈的事 我再也不管了 也许我会跟孩子 换个地方生活 好好爱自己 好好过完 我的下半生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